這隻狗啊叫河馬 牠是一隻惡霸群長得很像河馬 牠是在我們口袋咖啡開業第一天就來的客人 一直到現在 牠是狗狗的巡守員 就是只要牠進到廣場來 所有的狗友都很乖趕緊牽起自己的繩子 我叫何黃琪然後大家都叫我小琪 我出生在台灣的嘉義阿里山 14年來上海工作 很多人年輕的時候都有一個開咖啡館的夢想吧 起碼我是 年紀也到了嘛 所以還是想說為自己做點什麼事情 後來就決定創業 對然後就是去議員自己的夢想 口袋咖啡館比較不一樣的性質是 它是透過城市微更新跟社區一起合作 共管一個廣場服務於居民 然後衍生出的一個咖啡館 這是你的咖啡嗎 我們的老客人大概佔了80% 他們有很多的杯子是放在我們店裡的 會選擇決定在上海開咖啡館是 當時有一些感覺其實上海的咖啡市場 包括整個大陸的咖啡市場 其實是非常有潛力的 對所以就決定就是留在上海創業 那當時也很幸運就是遇到我現在的先生 是為了我去搞咖啡師執照 所以我們就一起創業開了第一間咖啡館 然後呢我們在剖在咖啡的邊上 其實也做了一個迷你書店 就一個共享書店 其實我們就是想致力打造 就是所謂的15分鐘生活圈 你出門有書店花店或者是小吃店 活動的廣場咖啡館 可能就可以完成你一趟15分鐘的一個很豐富的一個生活 他們覺得在這個街區的生活幸福感其實是更好的 就來上海這幾年就是我其實感受還蠻強烈的就是 你會覺得整個城市是都在升級的狀態 特別是電子支付這件事情 就是生活的便利性 我們那時候當時都會講說出門真的就是一支手機 就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 而且是非常快速的 很多的外地朋友他們就更願意也更喜歡來到上海 對我來講其實上海是一個非常離居的城市 媽你要喝什麼 就咖啡 咖啡嗎 我剛也把我媽媽接過來 她確實覺得就是大陸就是城市的進步發展 可能就是讓她覺得可能在這裡生活應該會不錯 所以也想來試試看 城市的進步跟就是城市的包容性 其實上海可能是超越更多地方的 所以常跟我台灣朋友分享 不管你在這裡創業你在這裡創新 就是你永遠是有很大的潛力去發揮 然後你可以在這裡發現 許多的不同國家的人 然後我們很多的朋友都來這裡工作 以前就是可能台灣派過來工作的 很多像我以前也是台幹過來的 但是我發現這幾年都是台灣年輕人自己投履歷 自己來加入找工作非常非常的多 跟以前的所謂的台商或者是台幹 其實已經是不一樣的了 對 我們當時的夢想只是想說 做一個小夫妻店的咖啡館 我覺得現在已經超過我們的想像了 就是已經不只是一個小的溫暖的咖啡館 它現在已經就是大到其實它跟街區有一個情感的連結 然後讓煙火去再回到這個街區中 其实就是說 一個小的猪肉店 還有一個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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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消臲